还有一些新朋友 那今天呢我主要是 正好是我们这个 凯利的一个新品 这个青鸡片 PKQ青鸡片这个发布 正式全球的隆重发布 所以说呢这款产品呢 我今天就把它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青鸡片 当地是对我们的生活和健康 带来哪些帮助 那我现在呢共享一下我的屏幕 好我们这个PKQ青鸡片呢 这一瓶产品呢 总共是六色片的青鸡片 每天呢就使用两片 一到两片 那么正常情况下是两片就可以 我们叫阴阳而生 油清更盛 那么这个PKQ青鸡片 这个产品呢我们来 进一步来了解一下 我们是 讲述的理念是细胞排毒 复合换星 这个青鸡片是由 国防级的特种的 高纯的这个 特种的高纯的球形镁粉 复合了BIPQQ 日本的BIPQQ 这个产品呢主要是 应用了四大技术 第一个呢是原味的杂化 四清技术 这个清气把它释放出来 第二个呢是纳米气泡技术 还有一个呢 在生产过程当中用到 临界点的怨氧密宝技术 和离性污化的 这个弥散技术 我们这个清气啊 清气这个水啊 这个水的话我们叫 纳米的属氢水 不是负氢水 负氢的话 因为这个水里面啊 这个氢的话是难融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清气啊 属在里面啊 等会介绍 什么样属在里面 很多种方法啊 随着我们现在 我们很多的院士 全球三千多位科学家 都在研发这个氢气啊 氢分子对人体的好处 那么呢 很多很多的科学家 发现了这一点啊 那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 我们这个工厂里面 我们自身 我们的科学家啊 我们的林博士 他是学天然高分子 化学工程的 他就发明了这个氢气片啊 用美来制造这个氢气片 所以很多很多的科学界 都可以发现一些现象啊 发现本来存在的一些事情 但是后期的话 发现了这些氢气 对人体的好处 这么多科学家 包括第二建议大学的 孙学金教授 还有第四建议大学的 那个谢克亮教授等等 还有我们的中科院院士 中院士 中南山院士 这些都发现了 亲戚啊 对人体的健康帮助很大 那科学家也好 我们的医生也好 都发现了 亲戚对人的帮助 健康有这么大 但是我们老百姓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用到这个亲戚呢 非常方便的就可以 得到这个亲戚 喝到这个亲戚呢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啊 我们这些研发的 生物科技公司 我们要研发的这个产品 我们美国的 富裕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我们以林博士 这位科学家领衔的 这个科学研发的 这个博士团队 就研发出了啊 用一片片剂 一片的片剂 可以随时随地 只要有水 有水就可以让你喝到氢气 并且喝到高含量的氢气 这样一个技术 全球首发 全世界 震惊全世界的一个技术 我们独有的一个专利技术 来贡献给大家 奉献给我们所有的 跟我们凯利啊 有缘的这个伙伴们 希望你呢 也把这个产品呢 也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 至于它有什么 对人体的健康 有具体哪些帮助 那么在我们的百度也好 谷歌也好 网络上 有大量的这些专家们的报道 大家可以去了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既然发现了 氢有这么好的好处 叫没有氧气活不了 没有氢气活不好 那氢如此重要 并且刚刚我们的这个总裁也介绍了 我们这个氢不是普通的营养补充剂 而是像太阳能量 人这个人类存在于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就需要有阳光水和空气 那么这个大自然界当中 宇宙当中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氢元素 氢的话而且排在我们这个元素表的第一个元素 所以这个氢它的能量很大 它可以有三种同位素的形式 它有胚的同位素 它有刀的同位素 它还有揣的同位素 这三种同位素都可以用核聚变 核聚变的方式 聚变的方式产生铸成氢氮 所以它的威力非常之大 当然这个氢元素你如果用在生命上 用在氢氮上等等 作为太阳这个聚变 太阳的能量也是一个聚变的过程 各种各样的形式 让能量世界就是一个能量体的转换 那么能量的转换过程是 总量是不变的 所以物质的转换 能量的转换都总量不变的 所以我们运用好这个 我们现在福尼公司这个技术 如何来跟市面上已经有的 有一些自备轻的方法 之间有什么天狼这个差别 为什么福尼公司可以用 小小的一片氢气片 就一个片剂 让我们可以喝到随时随地 在几十秒内就可以喝到一杯 而且超高浓度的 等会我会介绍到浓度 这样一配氢气呢 不管你在哪里旅游 不管你在家里 不管你去哪里度假 不管你跟亲朋好友在一起 不管你去分享我们的事业 享受分享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跟朋友分享 你只要有一片片剂拿出来 放在你的矿泉水平里面 瞬间几十秒钟 你就可以得到一杯氢气 所以这个便捷性 高效性都是脱衍而出的 科技含量是全球独创的 就像当年的时候 我们为了开发第一代的 抗衰老的这个产品 为李嘉诚先生投资的上市公司 开发第一代的抗衰老产品的时候 一样也是全球就选择了 我们这一家公司来做 并且成功地做出来了 这一次又是一个伟大的倡机 我们除了自己研发出NMN之外 我们又研发出了这个PKQ氢气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 传统的负 这个灌张的这个氢水 用高压的形式把这个氢气压进去 加压 加压在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氢的话 我们的氢分子在水里面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它是一个蓝龙 我们叫易龙 蓝龙 还有布龙 三种状态 氢气呢是属于一种蓝龙的 蓝龙就是说 溶解可以溶一点点 但是量不是很多 所以你要把氢 因为水的话本身就是H2O 就是有两个氢 一个氧构成的 你要把这个H2 溶解在这个氢里面 溶解在我们的水里面 难度很大 经过加压的方式把它压进去 并且这个罐状也是可以承受 罐子也是可以承受压力的 它是安全是安全的 但是呢 氢气因为它有极强的穿透力 可以穿透玻璃 穿透钢 穿透我们的塑料 所以它很容易就逃逸掉了 所以你如果说这个罐章的这个 现在是有很多用铝来做了 铝制品 那么这样逃逸的时候要小一点 但是还是会大部分逃逸掉 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限制限合 就是要把天气做完了 然后压在罐子里面 那么想一想 如果保存时间一长 保存个几天时间 保存在几个月的时间 保存饮料一两年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这个氢气其实都跑光了 所以说呢 这个是概念性饮料 它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 1.6个ppm 就是在每一升里面 可以溶解1.6毫克 所以说呢 它这个含量很低 那如果说对我们的人体要产生助用 很好的助用的话 当然是含量高 它就会助用好 还有一种呢 水素杯啊 像日本的话 现在在流行叫水素水 水素水的话 用这个水素杯的话 就是这个氢水杯啊 氢气的水杯 它是用电解的方式 那怎么来电解呢 电解的时候要通电 第一个麻烦之处 刚刚讲的这个灌张的话 也会容易跑掉 那么这个电解水呢 是通过质纸膜啊 质纸膜来电解 用到电 第一个方面 还要插电 没有电的话 这就做不了 第二个方面呢 它这个质纸膜啊 在电解的时候 电解这个水的时候 把这个H2O电解出来的时候呢 因为它这个质纸膜上面 本身就有重金属啊 像有一种重金属一啊 重金属疗 这一类重金属呢 对人体呢 都是致癌的 都是有害的啊 所以说呢 你在喝氢啊 是对你有帮助 但是同时呢 你把污染物呢 也喝进去了 所以说呢 这种氢 这种水素杯 它自氢的这个能力 也不是太大啊 1.5到3个PPM 因为氢在水里是难容的 所以它没有一种特殊的技术 来数氢的话 那么它也是一个低含量的 而且它保存很快就 治完了之后 你要马上喝 要不然很快就跑掉了 所以效率也很低 还有一种呢 自氢机器啊 也是用电解水的方式 那原理是一样的啊 无非它这个机器啊 就大一点啊 那么它可以达到 0.8到2个PPM 这前面两种情况是一样的 水杯的话就是 携带的方便一点 机器的话就是 携带更加不方便啊 在家里面用 但是这下面前种 前面的 前面的三种情况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氢气片 有什么特点呢 啊 氢气片 就是一片片剂啊 就是这一片片剂 啊 这个瓶子里拿出来 一片 氢气片 啊 那么呢 用鎾 鎾的话呢 本身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 身体里面需要的啊 等会介绍到 我们到底能体需要 多少的鎾 啊 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帮助 所以说用美来之间 非常的便捷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有需要 它可以产生数百万的纳米气泡 所以它没有其他的污染 非常的便捷 你只要拿一片 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去度假旅游 商务考察 跟人交流 在旅行途中都可以 随时随地喝 想喝就喝 我们最高纳 而且达到了11个PPM 因为我们是限制限喝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保存4个小时 因为我们有四氢 鼠氢 楚氢的三大技术 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呢 我们含量又高 又能把它保存下来 等会看一下 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所以说呢 这个性价比超高的 那么这个产品呢 就是我们目前要打造 影响全球的这个氢气片 PKQ氢气片 一定会影响一代人 为什么呢 影响一代人的健康 等会为什么 讲到我们为什么会需要它 先来讲一下 我们跟市面上 让你从一个概念上了解一下 哎呀 这个氢气片 到底跟市面上 那些氢气杯也好 那些灌装的 不清水也好 氢气机也好 有什么样的本质的不同 所以说它的便捷性 高效性 性价比 安全性 就突映而出了 一定会对你的生活和健康 特别是 如果住凯利这个项目事业的话 有了一个爆款 那么将来呢 一定让你的事业可以腾飞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来获得制的这个氢 那么呢 我们有铝 鲜 铭 那么这三种方法来比较呢 最终呢 是这个铝的话是 固量会导致重金属超标 鲜的话呢 可以补充 但是呢 它的金属活性不高 所以说呢 它质性能力比较差 铭呢 金属活性 非常的涉益 能提的神经系统呢 也是要需要用到 铭这个微量元素 我们看一下 成年的男性 每天需要的铭是多少呢 400到420毫克 我们一片 千七片的含量是 80毫克的铭 所以呢 五片呢 就是差不多 你一天可以补充 你的铭的质量 女性朋友呢 是300到320毫克 那也就是说 48 32 四片 这个是根据美国 由SDA公布的 铭摄入量数据 大部分人群啊 面临美元素 摄入固族的问题 所以说呢 PQQ氢气片 铭片里面 含有80毫克的铭 让你在享受 高纯度 高含量的 氢气的同时 补充了铭的元素 铭呢 让你更铭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PQQ氢气片 我们刚刚讲到了 我们有一个 很多的这个 生产的这个技术里面 并且呢 这个铭啊 我来解释一下 铭呢 它很容易爆炸 铭接触到空气 水分 静电 它就会产生爆炸 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查一下 铭爆炸 铭爆炸 那么铭呢 去年的时候就有 大概有几个大学生 在这个专家研究生 在研发的时候就爆炸了 就炸死了 所以说呢 这个铭生产 它有很强的危险性 当然我们现在 喝的这个清气片 是绝对安全的 为什么呢 它已经帮你制作完了 这个是运输过程中 生产过程中 你这个铭 这个大量的铭呢 我们刚刚讲了 它会产生氢气 产生氢气呢 就会氢气跟氧基础 只要有静电 都会爆炸 所以呢 我们会必须要拥有 美国运输部 DOT的铭粉运输许可证 没有这个许可证 你是不能运输这个铭的 要爆炸的 还有我们有一个license 我们有一个OSHA 这个职业安全健康标准的 这一个license 我们都需要 这两个运输和制作 生产过程都需要 我们在研发阶段的时候 我们林博士也是 冒了很大的危险 说实在的 研究研发过程当中 曾经稍过两次 稍过两次 现在通过我们这么多年 把这个科研技术研发出来了 现在已经可以安全 安全地生产了 而且这个是我们独享的一个技术 我们自己拥有的一个技术 这是我们一个专利技术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做到不爆炸 没有爆炸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到底有拥有了哪些技术呢 使得我们有这么厉害的 把这个氢气技术就掌握在手里呢 我们有一个临界点的 怨氧密爆技术 就是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把这个状态 储存在一个怨氧的条件下 杜结了这个氧气 把它这个作为一个临界点之后 把这个氧气控制 控制住了之后 没有氧的状态下 我们把这个爆炸状态 我们在生产这个煤粉 我们从一个煤粉 这个煤粉来制住 球形煤粉来制住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这个爆炸的可能性就灭掉了 所以你现在吃到它很安全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离心 离心物化弥散去做 因为它这个煤啊 煤在制作工程中 它还有一些辅助的东西 那么它要通过离心物化来弥散出去 然后呢 把这个临界点这个怨氧 这个控制住 然后呢 就不会爆炸了 那才可以正常的生产 要不然的话 你没有办法生产 这个原料制住不出来 那么你没有办法来生产 你会爆炸的 在我们的这个 一个片季啊 在放到我们的水杯里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原味的杂化色情技术 我们就在原味点上 只要这个不需要搅拌 不需要干嘛 你这个清洗片 只要往水里面一扔 它在这个原点位上 通过杂化的方式 就有大量的清洗可以摄放出来 这是我们独有的一个技术 那更厉害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 是威纳里的气泡技术 等会强细介绍 就是怎么来把这个清气 从一个负清水 清的含量只有 0.8 1.6 1.02 平均在1.0左右 这种状态下 难容的状态下 把这个清气数在里面 可以达到11个ppm 10倍的含量 如何来实现 等会来看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威纳里气泡技术 我们的鼠清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 威纳里气泡技术 当然我们先来比较一下 普通的气泡 多少大呢 普通的一个气泡 比如说你去买一个泡腾片 放在水里面 也会产生气泡 那么这样的气泡呢 就是100个微米 到两个毫米 之间这么大的 大大小小的水泡 这个水泡呢 在空气 在你的水杯里面呢 停留时间啊 很短 一下子呢 就会跑到杯子的 水的顶部 由于这个张力 和这个 外界这个空气和水的 那个压力差 所以这个水泡呢 跑到顶端 就一下子就破裂了 非常就破裂了 那想如果说是清气的话 这样破裂就跑掉了 对吧 那你的水里面 就没有这个清气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微纳米气泡 技术如何来实现的呢 通过我们的原味杂化技术 释放出大量的清 清出来之后 我们用微纳米的气泡 我们首先产生大量的 纳米气泡 就就在小于啊 纳米气泡是小于一个微米的 很小很小 露眼看不到 你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那么我们有微气泡呢 是一个纳米啊 一个微米到 100个微米之间 那么这个小于一个微米的 这个纳米气泡呢 就被它包固起来了 被这个微气泡包固起来了 包固起来之后呢 那么它就把它数定在里面 所以说呢 它在这个水里面呢 是一个悬浮状态 在水中呢 可以长时间的停留 不会破神 不容易破神 也不是说绝对不破神 就是大部分都不会破神 那么它是因为这个表面上呢 有一个超强的电负荷 把这个氢和这个微纳米气泡 锁在里面了 所以呢 它悬浮在水里面 也不会跑到上面去 就是说它有很强的穿透力 就有表面的负电荷的强电厂 通过电子的方式 强电厂的方式 把它数住了 所以说 稳定在这个水里面 就是放在一个杯子里面 你放四个小时 喝完都没有问题 所以它的储存开放色的保存 都可以长达四个小时 当然你不到四个小时喝完 那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少量也会淘一掉 但是这个时间 保留时间已经非常可贵了 别的方法的话 都没有办法 有的制清的杯子 没有纳米 微纳米气泡技术 就这样制出来的话 你马上喝 你不马上喝就不行 而且刚刚讲了 它的副作用 不好的地方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氢气片的话 通过这个微纳米气泡技术 这是我们的一项专利技术 那么产生的氢 可以就通过原味杂化 释放出来 就可以数定在我们水里面 数氢 数氢之后 就可以把氢 储氢储存下来 所以氢的话 眼睛看不到 摸不着 个子又小 在自然界中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它 然后活性非常高 在元素周期表里面 是第一个最活跃的元素 第一个元素 所以分子量也非常小 所以说这个小个子 它是很灵活的 它穿透力非常强的 可以穿透这些东西 还可以穿透细胞 穿透皮肤 直接去发挥作用 生理作用的 所以我们运用这个 微纳米气泡技术 就用这个电荷 这个表面的墙电厂 电荷 副电荷就把它锁住了 我们来看一下 微纳米气泡技术 普通的副氢水 倒在水里面 它一般0.8个P片 那么氢气很容易就淘掉了 瞬间就挥发掉了 对吧 那么真正受得到体内的氢 就少之又少 几乎就没有了 PKQ氢即便在水中 原位 经过原位杂化技术 一下子就产生 数百万个纳米的气泡 这个表面的负电荷 数住了氢 储存氢 稳定就难以逃遇 所以我们的氢含量非常高 这个最高可以达到11个PPM 一升里面有11毫克 所以我们是远远超过这个 普通的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在行业里 这个技术将来你们推广的话 会非常的 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稳定的气泡机构 可以稳定的保留 数字的的心 那么我们在水里面 可以保留多少时间呢 就是四个小时 刚刚讲了那个氢 氢有那么多好处 氢有那么多技术 我们来把它做出来了 科学家可能讲的这些道理 你还没看到过 那我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氢讲了那么多 你有那么厉害的 那么牛的这个技术 我们有科学家 林博士 这个把我们这个氢造出来 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氢 科技生命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从我们的人体上来说 我们人体 组成我们人体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 我们一个人的人体 就是有五十万一个细胞 平均就是说四十万亿 到六十万亿 平均就是五十万一个细胞 组成了我们这个人 不过老师站在你们的面前 你看到我 我也是有一个一个细胞 是组成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讲这个人 讲人的健康 最小的基本单位 组成我们人体 基本形态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 我们人体 我为什么现在可以讲话 我现在为什么 手可以动 我的细胞里面 我身体里面 五十万一个细胞 到底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之后 才让我可以张开嘴巴 张开眼睛 挥动手 来跟你们讲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个的细胞 细胞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的 细胞呢 从大的面上来说 你的脑子里就想象 你手里面有一个桃子 或者有一个苹果 都可以的 外面的呢 就叫细胞膜 就像那个苹果的皮 里边的呢 是细胞质 就像苹果的 里面的肉 那么当然里面 桃子也好 苹果也好 都有个核 里面就有个细胞核 所以说呢 从大的层面上来说 你身体里面的 50万一个细胞 就从大的层面上来说 都有一个膜 都有一个质 都有细胞质 质的话 它是黏乎乎的 就是好多东西等会 讲述一下 在里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细胞核 在里面 那么最核心 最主要的呢 当然是 大体上来说 就是细胞核 很主要 细胞核呢 因为是 我们的遗传物质 我们的DNA 我们的31.6亿个 碱基队 组成的一条DNA链 桑骨颅弦型的 就是生命的密码 都在这个里面 都在我们的细胞核里面 让你的生命 可以延续 基因的选择 自然的法则 让生命可以延续 让你细胞 可以有失分离 从一个变两个 从一个受精卵 可以变成一个孩子 都是需要靠 我们这个遗传物质的 在我们的 这个 这个DNA链 我们的染色体里面 我们就有这个DNA链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细胞核 我们的遗传物质 我们的DNA链 就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呢 这个细胞核很关键 细胞核当然也会 等会讲到 也会受到一种攻击 氧化硬机的攻击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细胞膜 细胞膜的话 它也是有保护作用的 就像你这个桃子 苹果 你这个皮 这个皮破掉了 那这个里面的东西 就流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细胞膜呢 也可以挡住很多东西 不会让它轻易地进去 包括细菌病毒 细胞膜也有它的作用 因为细胞膜里面 好多的细胞器啊 这个物质都在里面 那我们在细胞 这个这里面啊 就像我们这个肉里面 细胞这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成分呢 就是我们的线粒体 我们平均每一个细胞 大概有一千个到两千个线粒体 这个线粒体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线粒体啊 它是有几大功能 第一个 线粒体里面也带有少量的遗传物质 第二个 线粒体是我们人体的 主要的能量工厂 想一想看 我们这个细胞里面 有那么多细胞器 就像机器一样 细胞就像一个城市一样 我们的人体就像一个宇宙一样 这个细胞呢 每一个细胞就像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里面呢 就像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里面 它有各种各样的装备 它有细胞器 它还有每一个细胞里面 有多少的工厂呢 电厂呢 有一千个到两千家电厂来发电 产生这个能量 所以说呢 这个细胞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的细胞里面 有那么多的微小的物质啊 有高级体啊 还有这个农媒体啊 中心体啊等等这些东西 有很多的这个生理国性和生理物质 包括核糖体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呢 最主要的是讲述我们的线粒体 为什么呢 这个线粒体呢 就是跟我们的能量代谢有关系 那么我们人体呢 是要经过新陈代谢的 我们的新陈代谢 才使得我们的生命存在 我们没有新陈代谢 生命就终止了 这个新陈代谢里面呢 就有一方面是我们的叫物质代谢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能量代谢 物质代谢的话呢 是把外界的营养物质吃进来 通过消化啊 进行一个代谢 你吃了一个苹果 你吃了一个米饭啊 你要把这些物质吸收进来 形成一个物质的代谢 还有一部分呢 我们要进行能量的代谢 就是我这么一个人体 我这个布谷老师吃了一碗米饭 我就可以讲话 我就可以奔跑 我就可以练肌肉 那这个人很饥饿的时候 他就跑不动了 那为什么吃了一碗饭之后 他就跑得动了呢 他就是把这个米饭通过物质代谢 转换成我们细胞的能量代谢之后 让你的细胞有了能量 就是用ATP这个能量的形式 产生了你的这个自由能 那么我们这个代谢的时候 我们如果通过细胞的能量代谢的时候 我们代谢出来的能量 我们通过哪些物质呢 通过我们的糖 通过我们的脂肪 通过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之后 三大营养物质摄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细胞里面 转换成我们的能量 转换出来的能量呢 那50%呢以上都是负责 产换成热能了 产换成热能呢 就可以维持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体温 不然的话 不过老师这个手摸上就冰冰凉了 所以说呢 这个能就是维持 37-40度主要的体温 就是有这个热量 转换出来的 那么还有不到50%的 这个能量 细胞里面产生的能量呢 就可以转换成我们的自由能 比如说我现在眨一下眼睛 张一下嘴巴 都要细合能量的 你看一个机器啊 你如果不通电 它这个机器不动了 那你这个能呢 也是要有能量的 对不对 你没有能量的时候 你这个嘴巴怎么张得动 你这个眼睛怎么可以砸 你这个100斤的东西 怎么可以拎起来 你怎么可以举那个杠铃哑铃呢 所以我们人体里面呢 都需要能量 那么一碗米饭吃进去 怎么就变成你身体里面的能量呢 那一碗米饭摆在那里 为什么不能把那个杠铃挤起来呢 当你吃了这碗米饭之后 你为什么身体 有50万一个细胞组成的一个能 怎么就把那个杠铃挤起来了呢 这就是通过我们的细胞来展化能量 细胞里面呢 所以有每一个细胞 身体里面有50万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里面 又有一千个到两千个线粒体 就是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发电厂 想一想看 我们这个能体的威力有多么大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线粒体呢 就显得优味的重要 我们身体里面 想一想 如果说每一个细胞里面 有一千个到两千个 就是你有这么 你的能体是一个宇宙 然后有一个城市里面 有一千个发电厂 再给你发电 产生能量 才使得你这个人 跑来跑去 活龙活现 对不对 要是没有这个电厂 这个电厂都关了 断电了 这个电不发电了 罢工了 那你这个人体就不存在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一个电厂 到底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电厂呢 是通过我们这个 有一个叫呼吸链 呼吸链 呼吸链在我们的线粒体里面 这个线粒体呢 有一个外膜一个内膜 中间呢有一个脊 像一个三脊一样 像一个背一样 在这个里面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能量 吃进气的三大营养物质 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呼吸链 你想一想看 我们这个人啊 如果说这个嘴巴呼不到氧气了 我们说几分钟就不行了 对不对 就是没有氧气进气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细胞呢 就停止了能量的代谢了 因为所有的呼吸链 呼吸链的细胞 产生能量的这个方式 就是通过一个呼吸链的方式 来产生能量的 所以你没有氧气了 呼吸链产生能量啊 它就停止了 当一个糖分子 我们进入人体的时候 它要通过糖的效解 有氧的效解 加上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就是有一个三苏酸型环 让我们去突清 突清的方式 然后呢 再让我们那个 进入我们的氧化之后 进入我们的零三化 然后呢 把我们通过电子链传递的方式 让我们通过ATP的合酶 从高能态的这个 这个电子的梯度 转换过来 然后变成我们的水和二氧化碳 最终呢 把一个ATP 就是它的那个203线杆 加上一个零三根 加上一个零三 加上零三 然后呢 用高能零三键 把你传递的电子呢 就是把你储存起来 把它储存起来 作为一个303线杆 303线杆就是一个能量货币 它就可以把那个电子 传递过来的 在我们的303线杆里面 通过高能零三键 把这个电能储存起来 所以说呢 我们在传递电子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糖效解 油氧效解 到我们的这个 三苏酸型款里面的地氢 我们通过哪些物质来地氢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不是要补充NMM吗 补充NMM 转换成NAD plus NAD NAD的状态 它就可以去获得这个氢的 所以我们讲了 以前讲这个NMM吃的时候 就是让你在这个线离体里面 产生这个能量代谢 作为它一个传递电子的一个物质 NAD NAD变成NADH 还原型的 还有一个是FADH2 所以说呢 NAD 吃NMM吃了半天 就是让你这个细胞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形式 就是产生能量加快 因为有些人年纪大了 NAD不够了 那为什么布格老师今天讲 亲戚又讲到这个NAD呢 因为NAD你在单一补充的时候 如果说你只考虑了你的电厂 而且你的电厂可能已经老化的电厂 你在这个电厂里面发生发电 发电的过程当中 呼吸量过程当中 我们通过呼吸量进来的氧气 还有98%全部用掉了 还有2%的氧气没用掉 这2%的氧气呢 就可以转变成我们的氧自由基 就是超氧化的这些物质 超氧化的这些自由基呢 就会产生你的氧化省伤 使得你的身体里面产生氧化省伤 氧化应急 甚至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对我们的DNA链 也要造成损伤 所以说DNA链排序好了 那你如果说把DNA链打断了 伤股螺旋给你损伤了 那么你就使你的细胞就突变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不是有些人体质比较差吗 也在吃NM吃了很多 吃了很多 为什么嘴巴里生仓啊 口腔里生溃疡啊 哎呦这个好像受不了 因为它这个电厂啊 虽然说它能量低了 它本身营养物质过来的也少 消耗了很多的NAD去产生地氢 然后呢 也产生了一方面消耗体内的 能量代谢的物质 增加度了 它供应不上了 只是增加这个NAD这个酶 不增加其他的 远远不当的营养物质 那也是不行的 所以要补充 适当地补充一些维他命C啊 还有一些B组维生素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的氧化代谢 你的能量代谢加急加快之后呢 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那么要是你身体里面 没有一个很好的 平衡这个养自由基的这个系统 那么呢 你这个细胞也会出问题 你就一方面拼命让它发电 但是呢 这些肺酶肺渣 这些物质 有害物质呢 你不能把它停止的 及时的清理出去呢 那你就会出麻烦 所以呢 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来说 我们一方面 我们前面 对于我们内原性的一个抗氧化系统 SOG的一个抗氧化系统里面的 这个物质 我们就配合NM来吃 今天呢 再给你介绍这个氢 介绍这个氢 因为这个SOG呢 是内原性的抗氧化 它可以从抗氧化走向氧化平衡 它是一个动态的 身体里面本身自身就有一个抗氧化系统 但是今天这个氢呢 又可以激活你自身的这个抗氧化系统 而且呢 还可以选择性的抗氧化 指清除好的 指清除坏的自由基 保留好的自由基 因为自由基在人体里面 作为我们的氧化还原信号 它对人体的调节 自由基也是有作用的 我们的细菌 我们的免疫细胞 如果要杀死一个细菌 就是通过呼吸爆发 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把这个细菌杀死的 如果你这个自由基 全部给我清除掉了 好的也给我清除掉了 我本来就缺的 你还给我清除掉 那么麻烦大了 如果说你这个 NM补充很多 自由基太多了 那也麻烦大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平衡 我们要使身体呢 处在一个稳态 那你今天现在了解到了 原来这个细胞里面 我们再温习一下 我们人体的话 通过代谢要产生能量 所以说我的眼睛才可以砸 嘴巴才可以讲 产生这个能量叫ATP 303线干 这是一个能量货币 每一个细胞里面 人体总共有50万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里面 就有30 1000个到2000个发电厂 都在里面 给你远远不断的产生能量 并且是动态平衡的 然后呢 通过这个养 糖效解 然后呢 加上三素酸型款 然后呢 最终通过地氢的方式 地氢链 这个电子链 地氢 把这个203线干 把这个氧化之后 氧化氧化之后 转换成能量ATP 把能量处置在高能能散件里面 这样你就知道了 原来这样这个能量 就储存起来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光光补充NAD 光光补充NM是不行的 要平衡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人体里面 刚刚讲到的代谢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 整个工厂 有那么多的热电厂 50万一个细胞 那么多 这个城市的垃圾要排出来 那我们所以说 有很多的毒素 当然我们的毒素 还有环境污染 吸收到你皮肤里面 重金属啊 这些都吸收到你皮肤里面 当然也会对你产生变化 化学物质 或者药物固量 对你身体里面吃进去 都是有害的 还有服饰 服饰这个水的话 它就可以 可以产生这个 喝进去的话 就也会储存在里面 所以说也会有 产生养殖油脊 压力 自身的压力 都是毒素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机会 身体的自身的排斗系统呢 整个系统 让你自由化的运转 包括我们的自由肌 清除的那个 稳态的一个系统 所以说呢 氢呢 等会有 机构有氢气片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们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 应用天然的活性物质 优化细胞的线力体功能 促进肌宽的新陈代谢 保障机体的 这个功能平衡呢 激活你身体里面 自身的排斗系统 这才是关键 所以说呢 你今天喝 喝这个清水啊 我们人体呢 有几个好处 这个作用 第一个呢 你自身有一个排斗系统 还有一个呢 自身的有一个抗氧化系统 包括我们的SOD 包括我们的什么 骨光钢钛 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是那个自由基 包括我们这个 这些辅酶 这些辅酶 这些呢 都是我们自身里面的 抗氧化系统里面的 所以说呢 激活它 激活它是呢 调动它们一起来使用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氧化呢 处于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身体呢 处在一个稳态 所以这个氢呢 就发挥这个作用 我们看一下氢 氢是自然界最小 最轻的分子 它的活性非常高 它可以穿透细胞 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 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 穿透我们的细胞症 直接穿透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 所以有好多物质的抗氧自由基 都进入不了我们的细胞核的 当然我们的SOD的话 我们的这个猛 因为SOD有几种类型 一种是铜心的 一种是猛的 一种是铁的 那么这个猛的话就可以 和铁的话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线粒体 但是这个氢的话太厉害了 氢直接可以进入细胞核的 好多大分子的 这个没有办法侵入 你看有些氧自由基进入进去 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 就把我们的DNA链破坏掉了 是吧 细胞就突变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氢呢 就可以分子非常小 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细胞核 而且氢呢 它可以选择性的 它只选择杀坏的自由基 好的自由基它不杀 它的第一大特性 它的分子小 速度快 穿透了强 在人体里面的渗透性强 扩散性快 一下子到你的全身 所以你喝这杯 喝这杯清水啊 你一喝 一下子就到你的全身了 速度非常快 我要去研究它什么吸收力不吸收力 它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就是说几乎你喝进去就吸收了 瞬间就吸收了 所以说任何一种物质 它是人家是被动吸收 它是自动就吸收了 它自己直接串 就去吸收进去了 根本不用你去其他的辅助 知道吗 所以这个氢的话 吸收力最快最最强 那么它可以选择性的清除哪些自由基呢 枪自由基 枪就是OH OH自由基 OH两个氧一个氢 这个枪自由基毒性非常高 还有固氧化的亚硝酸阴离子 这个也是毒性非常高的 这些自由基的话 对你人体的话是危害性非常大的 像有些细胞突变啊 点凝点损伤啊 氧化强大的氧化应激啊 这些都是这些物质啊 孤独了 这些毒性的就直接把它清除掉 还有一些呢 就是人体里面好的这个自由基呢 就是作为氧化性 还原的信号 信号分子啊 所以说呢 这些呢 自由基呢 主要不顾量 本身在抗病毒的细胞 免疫细胞 抗病毒 抗细菌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这些 这个呼吸风暴 呼吸风暴来产生这个自由基的 那你把它清除掉了 它这个效应就发挥不了了 然后呢 这个内源性的一个抗氧化系统 它就可以去清除 清除掉它们 那么S 你看 它可以 这个氢可以降低氧化应激指标 提高身体里面的 SOD的水平 因为它是可以 激活自身的 这个 抗氧化系统的 自身抗氧化系统 SOD就是 其中的一个 抗氧化的 含有金属的蛋白 这一个 就是含金属的这个蛋白 就是抗自由基的 是内源性的 那么还可以 清了还可以远换我们脑部的衰老 因为它可以直接穿透 我们的血脑屏障 速度多快 减少我们脑部的氧化应激 你每时每刻 像我现在在讲课给你们分享 我脑子里就有大量的自由基 因为我要消耗能量 而且我们在脑部的话 本身我们这个 一个葡萄浪分子 可以产生 通过这个 整个呼吸链 它可以产生30个到 32个ATP 这个能量 那我们在脑部的话 只有30个 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是有细胞里面 可以产生32个 在脑部的话 因为我们要通过我们脑部有一个穿梭 我们的303钢油这个穿梭 穿梭的话 它就要消耗我们的ATP的 所以说呢 这个脑部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能量嘛 所以说呢 这个氢呢 需要很多的能量的话 那你肯定有大量的自由基在 所以说呢 这个氢就可以穿透进去 帮你清除掉 很多物质呢 抗氧化物质都进不去 除非你自己身体里面的内原性的 这个抗氧化系统很好 但是抗氧化系统还有一些 就是强大的这个毒性高的话 就是很难清除掉 但是这个氢的话 就可以选择性的 把象性的把它清除掉 当然氢 刚刚我们这个总裁也讲了 他在跑马拉松 这个氢呢 就是在可以引起那个 减少那个印度盐的 这个记录疲劳 还可以改善我们的新陈代谢 缓解我们的这个压力 缓解压力 精神压力 还可以减轻我们的严性反应 所有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 严性反应的话 就是自由基多 自由基的不平衡了 所以都可以减轻掉 那么还有呢 我们可以支持我们的 心脑血管的健康 消化系统的健康 呼吸系统的健康 泌尿系统的健康 还可以生殖系统 对男性的精子 女性的卵巢 都有保护功能 通过我们的NRF2的这个通路 减缓这些损伤之后 那么都可以对它进行保护 支持我们五官和皮肤的健康 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的自由基过多 我们的皮肤上面 如果紫外线照射之后 那我们就是可以 紫二酶 就是我们皮肤上面 这种氧化自由基 多了之后 我们紫二素 紫二素就会堆积 堆积多了就会形成斑 年纪大了的话 紫二素也会堆积 自由基过多 那么就可以形成老年斑 这样我们的脑部的话 就可以也引起我们的自力减退 严重的话 就可以也引起老年痴呆 等等这些东西 这个细胞方面的 细胞的排毒 就是这样来排 清浪细胞排毒 清分子小快 进入细胞无需腐霉 底物的催化 不需要经过我们的蛋白通道 直接就穿进去了 扩散性快 渗透性强 细胞呢 穿透细胞膜 进入细胞核 细胞核和细胞器 所以进入我们细胞里面 就好像进入你这个城市里面 每个地方他都可以去 有不好的坏蛋 他就可以把你清除掉 那么PQQ 是什么东西呢 PQQ 它是一个叫 比格 奎林坤 是天然的水龙性的维他命的 维生素类的 这个化合物 它主要在我们的土壤 人类的母乳 水果 蔬菜里面就有 可以参与中毒的细胞代谢 我们用的是日本的 BiPQQ 日本的这个品牌供应 获得了G-RAS功能 FDA的这个膳食认证 所以说呢 我们不含兴奋剂 伪禁物品 就是全部是获得了 这些认证的 实验支持呢 实验数据支持呢 BiPQQ呢 对线粒体和大脑 具有改善作用 所以你看线粒体的功能 有多少的作用 BiPQQ也可以改善 大脑的功能 对神经产生保护 调动我们的注意力 积极性 创造力 改善记忆 提升注意力 BiPQQ提升线粒体的功能 它可以促进 我们的线粒体再生 所以说呢 一个方面 刚刚讲的清气的话 可以清除自由基 参与这个氧化应激 那么这个BiPQQ的话 直接可以让线粒体再生的 线粒体非常重要 BiPQQ呢 可以激活我们的 Satins 3 这个长寿因子3 那可以提高能量代谢 保护我们的大脑 延长我们的衰老 延缓我们的衰老 BiPQQ呢 和延性反应呢 也是通过我们的 BiPQQ通过信号通路 缓解延性 对我们生体影响 和改善我们线粒体的功能 所以BiPQQ的功能 我们等会再看到下面一个 帮助我们生成新的线粒体 缓解线粒体的功能 和随年龄下降 带来的积极的功能损伤 刺激大脑和其他器官 神经这个生长因子 调动我们的生长因子 使我们的细胞 从氧化损伤中恢复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BiPQQ氢气变 两个就是协同作用 第一方面 我们可以促进希望分子生成 还可以促进我们的NRF2通路 还可以复合换星 保护我们线粒体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氢气 氢分子和我们的PQQ协同作用 激活了我们的AMPK 还可以促进我们的希望分子的产生 希望分子在线粒体健康和细胞能量代替中 起了关键作用 所以医学界就称它为希望分子 可以促进线粒体的生成 PGC-Alpha-E-Alpha 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 线粒体也要产生生物发生 它可以正常的产生我们的生理功能 帮助我们体内清除自由基 通过我们的ROS氧化这个系统 解读酶的表达 这个是固氧化 ROS就是固氧化物 活性氧 把这个活性氧ROS去除掉 那么还可以调节我们的脂质代谢和糖内代谢 所以这个PGC-O和氢气片就可以使你的体内的脂肪燃烧 促进你肌肉组织的重新这个力量塑造出来 调节你的中枢神经 保护大脑 还可以调节你的情绪 你如果有忧郁压抑焦虑 这些情绪都可以调动 还可以缓解长期生活不良习惯 导致的生理指标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使用我们的NMN这个产品 那你需要用到我们的SOD 我们的SOD内原性的这个抗氧化系统 让你的氧化从盲目性的这个清除养自由机 普通的清除自由机的物质的话 就是随便清除 但是正常的情况下 它也没有办法调到你一个平衡的状态 但是SOD可以让你的养自由机 清除了达到一个平衡 然后呢 我们的氢 你在用NMN的时候 也需要用你这个 我们的所清水 所清水也需要用 为什么呢 它可以选择性的 把你大量代谢出来的有毒的这个 有毒的特别是进入到 我们的细胞核里面 我们的线粒体里面 你没法清除的自由机 对你人体有省伤的 选择性的 把象性的把你清除掉 所以有些人 为什么体质不好 有些人年纪大了 他直接单独的只补充NMN 那么他的那个电厂里面要发电 他这些设备老旧了 这个能量就是 虽然说有那么多能量需要代谢 或者大量的在这个物质进去的时候 那么他也承受不了 所以说那口腔溃疡 各方面情况就出来了 一方面营养要补充去捡 还有一方面 要把代谢的这个垃圾 代谢的这些自由机 让它平衡掉 那么我们清就可以发挥到 重要的作用 所以你去在网络上 你去看 这些院士们在讲述 清到底如何对你的 人体健康产生帮助的 都会让你进一步的 可以了解到 清在这些方面发挥的作用 刚刚讲到了 还有一个PKQ清机片 协同我们的这个清 如何来工作激活这个NRF通路的 NRF通路是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 氧化省上的一个调剂中枢 它是一个中枢 可以发挥首先被激活 它可以调控我们细胞的氧化应激 所以它是有个调剂功能的 当我们NRF受到自由集合氧化应激时 NRF调控因子就表达出来 一表达出来 它就把我们内原性的 这个抗氧化系统激活了 所以说那氢气 进气的话不是靠它单打独斗 它是靠团队硬住的 它进入进气之后 把你这个NRF通路就激活了 激活了之后 你内原性的 你把SOG啊 把骨光钢钛啊 把那个腐霉Q蛇啊 腐霉啊腐霉Q啊 全部调动起来 那你自身的一个内原性的 抗氧化系统是非常强大的 它就可以调动起来 又可以使你身体的氧化应激 然后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说呢 不能盲目性的抗氧化 盲目性抗氧化 氧化我们要从 清除抗氧化到平衡抗氧化 那就是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氢 氢的话又可以调动 我们内原性的抗氧化系统 最终呢 自身抗氧化系统呢 就把我们过度的 养制油菌清除掉 我们正常的 作为我们的氧化还原信号 作为我们的调节信号 蛋白酶的表达 这个转录信号的表达 转录的表达 需要的转录表达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这些 自由基信号 自由基的这个信号的 那我们不能够把 所有的这些自由基 好的自由基全部清除掉 所以说呢 这个自由基对人体的话是 固氧化物也是有生理作用的 但是毒性高的 就要把它清除掉 就是我们的 将我们的枪自由基 枪机自由基 还有我们的亚硝酸 这个硬义质自由基 都应该清除掉 清就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它一方面清除 清除非常有害的这些 这个自由基 毒的这个不好的 根本对你人体 产生不了生理作用的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 还有一方面 它在清理这些 靶向选择性清理 这些自由基的同时呢 它又把你身体里面的 自己的这个 抗氧化的系统 这个NRF 通过我们激活 NRF2 这个通路之后 把你调动起来 所以说呢 这个氢 PQQ氢气变 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所以说呢 氢已经本身很厉害了 那PQQ意见的氢呢 那就是厉害中的厉害 所以更加呢 产生了生物的协同作用 看一下我们在这个 线粒体里面 PQQ促进线粒体的 这个新的线粒体生成 那么我们的氢呢 还可以保护我们的 线粒体健康 所以说一方面促进 新的线粒体生成出来 那么氢呢 再去保护它 你生存出来 你新的线粒体修复出来 新陈代谢增加出来了 这个PQQ 让它增加那么多电厂 有些电厂 费爆费掉了 那么有更多的 新的电厂出来之后 产生这个能量 那么你这个氢气呢 我们就是刚才 打个比方 电子发电厂一样 打个比方 让你理解一下 那么氢呢 通过保护线粒体 因为你有新的线粒体的 这个能量代谢 促进新的线粒体出来之后 那么你加大了 你体内的这个能量的产生之后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 赤NM产生大量能量的时候 本身就是呼吸量里面 有2%的这个氧会残留掉 没有全部利用掉 所以这些就会造成固氧化物 它通过这个电子的漏出之后 它就会让你的身体里面 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那么我们氢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 极强的穿透力和渗透力 还有一个扩散性 让我们的身体呢 每一处都有氢的介入 那么选择性的 把有毒的自由基清除掉 并且激活我们身体里面 自身的这个抗氧化系统之后 让你的身体呢 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 美和PQQ组成我们的这个氢 还有一些辅料 这些苹果酸啊 幼泉糖啊 椰耳酸啊 柠檬酸 天然口味 黑 酶啊 液体 酒 这个呢 就是我们PQQ氢气片 我们用法呢 我们只要把一片 放在一瓶矿泉水里面 那么溶解之后呢 几十秒钟 你就可以喝了 喝的时候呢 希望你呢 喝的时候呢 就把它颠倒一下 颠倒一次 两次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呢 这个氢里面 这里面的美呢 我们把它溶解一下 我们只要晃动一下 晃动一下 那么你这个 这个喝起来呢 就是有些 有些那个混合物啊 就不会飘在上面啊 它开始释放清的时候 速度很快 就把我们里面的一些美啊 一些 一些这个 这个调味的 就冲到上面了 那你这样晃动一下 就全部溶解在里面了 那么你喝起来就更加好 啊 所以说这个方法也 我们也获得了这么多的权威认证 速舍认证 清真认证 CGMP认证 还有一个最厉害的 反兴奋剂认证 飞展基因的认证 美国制造认证 所以说呢 这个PKQ氢气片呢 我这一次我们发布出来 这次活动呢 是7月7号到7月17号 再到7月27号 跨过了两个周期 我们希望大家呢 利用好我们这个 这个清气节啊 这个清气节 把我们这个 这个更好的这个产品呢 分享给我们身边的 有需要的朋友 相信呢 其实清气呢 你说有需要吗 很多人都需要 大部分人都需要 我看人人都需要 都需要用到它 因为它可以帮你这样 调节你的身体里面的 能量代谢 你的身体里面的 50万一细胞 一个细胞里面的 1000个 这个1000个到2000个的 能量产生的电场 你如何来控制呢 所以说呢 你如果说补充了 我们这个PKQ氢气片啊 那么使得你呢 整个机制运转呢 你就有了一个 很好的保障 希望我呢 这个PKQ氢气片 受到更多的 伙伴的这个 钟爱和热爱 对你的健康呢 带起帮助 让你呢 时光逆转 焕发青春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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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